像這個你就可以用一些關鍵字 去知道說這個訊息到底是真實 將關鍵字貼到訊息查核的單位 就能查出訊息的真實性 中家集團常得力冠萬象有線電視的媒體試讀課程 這次來到大統區育泉裡 分享真假消息辨別 隨著科技時代長輩也常在社群網站 通訊軟體轉發消息 不過小心散播假消息也會觸發 其實我們常常在那個新聞媒體 或者是手機使用的時候 常常看到有一些消息都無法分辨是真是假 那這個時候就會帶給我們一些困擾 那如果說今天有這樣的一個媒體試讀課程 讓每一個民眾都能夠知道 如何去真正變讀什麼是真的話 那我想整個社會就會比較安定 所以今天貴公司能夠來開設這樣一個課程 讓我們知道怎麼樣去做媒體試讀的這樣的一個課程 我覺得對一般民眾的幫助很大 詐騙集團尤其是在很慘謊 今天電視還在報導 已經單單最近已經抓了好幾百人了 為什麼這個慘謊 就是因為在疫情當中大家都在家裡 然後就是在媒體上看到媒體 或是手機的臉書或是在裡面 常常出現的假信息 單單我今天自己就接到家訊息來來詐騙我 藉這一次你們來做介紹以後 我會把這些訊息貼到報告來獲得 在那個就是裡面的群土上 給大家裡面多做一個認識 唯有做個謠言終結者才能避免觸法 也讓身邊朋友不受騙 看到覺得可疑的訊息 可以透過訊息查核的官方網站或APP幫忙檢視 了解資訊來源 檢查發布日期 詳細閱讀內文 是否有誇大嫌疑 或向專家請教 都可以避免誤傳錯誤資訊 做個聰明的閱聽人 記者問準台北採訪報導 cinco 財源 留班 記者 感谢观看